你好,欢迎收看影响世界,我是黄慧玲 今年的金马奖最佳导演赵德映要以电影冰毒为台湾抢下为一席次 要跟中国大陆导演楼叶、香港导演许安华等人一起搅筑 这部电影在国际上预获大奖 更代表台湾竞逐奥斯卡外语篇奖 而且他拍片的时候只用了七个人的团队不到一千万的成本 十六年前赵德映从缅甸来台湾的时候 身上只有两百块钱美金 他的电影真实地面对了小人物在大环境底下无处脱身的署名 某个程度上你能来台湾或者是 你有这个机会在台湾生活或就学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类似是一种荣耀 所以我考上台湾试的时候 那时候就很像中乐透 你很像你中了最大的乐透 你终于可以改变你的命运了 他是导演赵德映 十六岁那年用中了乐透一样的心情离家来台念书 在学期间打工赚钱贴补家用 其中参加短片比赛赢取奖金是最快最有效益的 当年累积了不少经验 而大学毕业作品白歌获选国内外各大奖项 来到台湾赵德映说是电影找到了他 所以最后我拍电影我都会说不是我去选择电影 是电影来找到了我到现在 这是因为我们以前从缅甸那种出生来台湾 其实没有想过要做电影 比如说我在缅甸从来没有看过电影 归来的人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到冰毒合成归乡三部去 2010年底缅甸宣布开放多党制的大选 赵德映立刻拿起摄影机 在没有申请任何许可文件之下 回到家乡拍摄归来的人 整个电影其实某个程度上就是反映了当下我们的心境 我们这些在异地的流浪的年轻人 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发展 但是回到家乡你会发现你是台湾人 你跟缅甸又格格不入 所以归来的人某个是在讲我们这种 不管到哪里都永远是异乡人的一个状况的电影 赵德映刚开始拍片缺少人力资金 早期三个人完成一部电影 就算是近年来代表台湾参加奥斯卡外语片的冰毒 总预算不超过千万元台币 你的资源很少 那你一直用资源很少拍片 其实不管你拍成你怎样 你对工作团队是对不起他们的 你需要去找更多的资源来 让每个人的生活健康健全地活着 最新作品冰毒在柏林影展首映后大获好评 获得爱丁堡影展最佳影片 台北电影节最佳导演 而这部片藉由缅甸的风景更清楚看见全球化浪潮下被层层剥削的社会 我的这些电影只是拍摄地在缅甸 但它后面人的精神跟存在 其实是关于全球性人的问题 不见得只有台湾只有缅甸 这也是就是我们一直拍电影的核心 就是永远在讲普世价值 人的普世价值 冰毒在国际间大获好评 而最近还打败郊游 卡弄等较好较作的作品 代表台湾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赵德映坦言非常幸运 他对我来说是有一点是受从若惊 就是说他就是一个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幸运美好的意外 他重要的还是以创作者下一部电影该怎么拍 要怎么样超越自己 年仅32岁的赵德映入为金马奖最佳导演 是唯一的台湾代表 与中国大陆新锐导演 以及大师级导演徐安华 共同交出奖项 本周揭晓结果 希望能奖留台湾